我們看這一題 它會說這個等於多少 首先我們看 這個分子跟分母都是X3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可以選擇各種形式 XX加3 我們發現你如果X越來越大的話 這會越趨近1 這個就會越趨近1 也就是說你X越來越大的話 這個數值會越來越大 這個數值會越來越大 到最後去近1 所以就曉得說 這個會比這個大 因為這XX比9大 這個會比這個大 所以的話 你去絕類子的話 因為整個是戶的 因為它減它是戶的 它減它是戶的 所以整個是戶的 所以你去絕類子的話要給它加護 也就是說 這個會等於戶的5分之2 加上7分之4 減9分之6 加11分之8 然後我們看這個 然後我們看這個 這個的話 我可以把1抽出來 這個是什麼 這等於 這裡有個1的話 這可以抽出一個1 抽出一個1 1-1就沒有了 剩下5分之3 剩下5分之3 剩下7分之3 加上9分之3 加上9分之3 然後呢 這個多少呢 減掉11分之3 減掉11分之3 好 那 這個比這個大 因為它分子一樣 那你 分母的話 越小的話 它 絕類子就越大 所以這個比這個大 這個比這個大 所以這個就 去絕類子就不用交 所以就直接 刮去絕類子不用交 我們看 這兩個合併起來 是多少 這兩個合併起來 是負1 這兩個合併起來 是負得正 7分之4 7分之1 這是1 這兩個加起來 就是9分之6 9分之3 這是負的 所以加起來 是負1 這兩個是負得正 這兩個加起來 11分之11 是1 所以是負1加1 減1加1 所以大家在這裡